大家好 看看这条路 大十维天坑 穿动天坑 现在马上就到大十维天坑了 你看这边就是晴天 这儿需要走一段景区的道路 不是太远 到了景区入口 需要乘坐景区的车 其实勒叶县这边是缺水的 所以路上可以看到村民修建的一些蓄水池 这是到了大十维天坑的旁边 看看这边的风景 山巒层蝶 十分的壮丽 这个顺着梯子爬上去 他这个票是98元 看上面那个观景台 爬上大十维天坑的观景台 需要走一段挺长的台阶 但这一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美景 天坑在上面看 这是一座小观景平台 装饰还挺漂亮 看那边山上有路 接下来的台阶 是一段彩色的台阶 看上去还是挺陡峭 但是走起来也是赏心悦目 刚下过雨 台阶稍微有点火 发起来 保护我的拍摄设备 雨下大了 点点下 雨有点大 走着走着 雨突然下的大气来了 在雨中攀登 一边听雨声 一边往上爬 一步一进 可以看到不远处有蓝天白雨 这应该也是一段震雨 其实这阵雨 一会过去 看 就这斗乌云搞得怪 它飘走了 约着天空 阿迪利 这里是当年阿迪利挑战大十维天坑的地方 你看那山围着一个坑 好壮观 阿迪利挑战大十维天坑 是在2004年9月26日 世界高空王子阿迪利 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措施的情况下 成功往返大十维东西峰 走钢丝1090米用时一小时14分 大十维西峰级 再看一眼 这个钢丝钢丸 是当年阿迪利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 挑战这个大十维天坑 哇塞 看得多神 现在可以通过航拍的视角 看一看阿迪利走过的这条钢丝 是多么的奇险 这块适合叫什么情侣照相啊 浪漫一下下旅也没法浪漫 我觉得到一个地方还是看它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这种景区吧 哇你看那个大十维天坑的各种洞 这个呢就是阿迪利挑战的钢丸 好像说走上去了 而且它是有弧度的看见没有 弯曲的 真是王子 这是摆设的乐业县 这么一地方 乐业县也是长寿之星 它的一个天坑景区 好几个天坑 只要走这个 现在是穿上鞋套走这个 它这有一个玻璃栈道吧 走过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次走这种玻璃栈道 感觉不是太紧张 你看这是走在玻璃栈道上 哇 头像这云雾呢 你能这么看天坑的线吗 然后就看脚底下 脚底就是悬崖峭壁 这么看 开着散 拍不到上面 这个玻璃打住了 对啊 而且我这个打着伞 拍着都是伞 对 今天下这雨把这个视线挡住了 这样拍也好不 搞的水一流像流沙水一样 哦 你这还挺有艺术的 这个确实是奇迹啊 这么垂直的悬崖峭壁 山是好山水是好水 而且这个地形是独特的 看这个云雾从坑底飞上来 看下面没事 今天这个比较模糊 看不清楚 我倒行 好恐怖 看着说面子 但确实要仔细这么想 这底下是挺吓人 直上直下 这根钢岚 就当年阿地利 走过去的钢岚 看这根细细的钢岚 这会儿呢 游人基本散去了 而且雨也小了起来了 然后放出了无人机 看一看这里的风景 广西乐业大师为天坑群 世界天坑之最 具有稀少奇特险峻 生态环境独特的旅游观赏价值 现在看到的是天坑特有的海底云奇观 而且现在看到的天坑底的原始森林 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原始森林 在天坑群28个天坑中 列入世界级的有 大石围、川洞、白洞、拉洞等7个天坑 囊括了世界上天坑之精华 独特的科斯特地貌 令其荣获世界地质公园 国际岩容与洞穴探险科考基地 最具代表性的大石围天坑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坑 荣获了七项世界之最 其海拔是1468米 深是613米 坑口东西走向宽600米 南北走向宽420米 溶积约为6700万立方米 大石为天坑东、南、西三峰对峙 得天独厚的地势 形成了天坑特有的海底云 而在天坑底部 生长着迄今为止 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原始森林 深度约为613米 居世界同类大型岩容漏斗第二 长约600米、宽约420米 其溶积为0.8亿立方米 也处于世界第二位 有世界 颜容圣地之美称 看这边还是已经是完全的蓝天了 现在没什么游人了 刚才放飞机飞过去还是挺漂亮 估计这边你看太阳出来了 这堆下雨的云彩就快走了 现在这块就我一个人了 等一会儿 等会儿云彩完全飞走了 就完全不下雨了 再让无人机飞一飞 看周围的景色是这样的 大石为天坑的这个正面 是顶着黑云 然后呢 但你看这边 这边完全是晴天 背面 大石为天坑的背面 完全是晴天 现在可以静静地听到雨声 这还有雷声呢 站这么高容易招雷啊 太糟了 这可不能随便干坏事啊 看看咱们国家壮丽的山河 真的很漂亮 主要是大石为那边 大石为那边 云彩挺富 这朵云彩好漂亮 是我喜欢那种大云彩 这又是大自然的馈赠 如此漂亮的云朵 如此美丽的蓝天 以及如此美丽的风景 现在拍一段岩石摄影 看一看这梦幻般的云朵 在天空中的变幻 这边有一个小的咖啡厅 点一杯咖啡 那边看这样看风景 这边喝咖啡 看吧 这种黄金汤 喝咖啡也不错的 哦 你们刚转完是吗 好 好 更漂亮是吗 好好好 过去好好拍拍 马峰洞是吗 现在是西风 西风是吧 现在就是东风 行不明白了 谢谢谢谢 看一看 这叫马峰洞 五段 哎呀 看今儿一天就是躲在这儿 这是天窗 哦 找到这么回事 这里虽然有点黑 但这里都是中路石 这边是有个天窗 哦 看这洞点好神奇 大自然的这种地貌 真是很神奇 哦 他们可能都逛完了 就剩我一个踏实 这像一个麒麟是吧 我怎么看像一尊佛呀 哎 转过来 这是一个中路石洞 很大的这种石寸 现在是沿着一段比较难走的路 准备爬上这个溶洞的一处天窗 这是在乱石中的一条路 这还被封住了 那马峰洞就是 就是这么看的效果 就是有一个天窗 这是马峰洞的外面 刚才我爬到这个栏杆这儿 也挡住不让走了 就翻过来从爬 不登那个顶了 现在到的这处是东峰观景台 东峰观景台还可以爬到更高处 但体力消耗一点大 不再往上爬了 东峰还有那么高呢 不爬了爬到这个 平台就行了 在这儿好 这撞光了 还有那么高呢 是吧 不爬了没时间了 大视为天坑 还有松鼠 这边的视野更好一些 可以很好的拍摄到大视为天坑的底部 哦 能爬那么多 这边的山壁 现在是在飞起无人机 看一看大视为天坑周围的风景 可以看到这边是秘密的一座一座的山峰林立 远处是厚厚的白云 在山谷间可以看到道路和村庄 在这里居住 真是让人惊叹啊 来这里能欣赏到大自然这样的壮丽的美景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太伟大了 它当初是世界级密西记录 对 我以后也很难打破它这个记录 这可以看看里头有多深 底下有多深 据说有600米 它这个是有600米吗到坑底 最高就从上面到底下是613 哦 这儿不是是吧 这里是450 哦 反正我刚才那个无人机啊 飞到底下一百米好像 还离底下还挺远 我飞了个一百米 就是负一百米 哦就说有的飞机是不是掉下去过 因为气流 掉了十几架了 十几架 因为有那个乱流是吧 上面有气流 就那个洞口里面有风上来 哦 而且它上面的骑场比较强 对 那个降落伞都降不到底下的 哦 就就在那扶着了是吧 掉不下去 哦明白了 不容易出去 哦 那他们那个就是说国外那种 往下坠那种是可以是吧 是用绳子从这里下去的 就就沿着这崖壁是吧 哦 那那个也挺厉害的 他们下去都是从这里上 就这个崖壁是吗 对 上面那棵树那里 我们可以掉下去 掉到洞里 从哪棵树这棵树 上面那棵银河松 哦 那个是最老一棵树了 然后旁边那里有棵牙白 哦 它能坠得了那么多人吗 它几个一般三四个人下去 对一个一个的下 哦一个人可能还行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来了一点 我不爬了 我下去了 可以了 今天我觉得收获挺大的了 好了 现在就离开大石为天坑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现在就是返回了 今天可以了 谢谢大家 他在这边 我给他做这个抽属 我可以用去找他 吃饭 我用来吃丁 你真的要吃饭 我最终的 你什么吃饭 我吃饭 谢谢大家